主裁判王靖吹向了全场比赛开始的哨音 腾育体育为年带来的2022赛季中国平安 中处球协会超级联赛的比赛直播 中场联赛第六轮的一场较量 王刚出球出现了失误 藏着熊师抢断 林创逸直接斜传打后脸 这边有机会 奥斯卡大门漂亮 这个球在底线附近选择直接攻击球门的远角 皮球擦着远端立柱出了底线 这是张强树 他从刚才那次阵地战防守来看的话 是收到两个中后位中间 看看这次有机会 朴朝进了进区 朴朝调整打门漂亮 1比0开场6分半 藏着熊师四轮比赛的第一个进球终于来了 又是面对北京博安 再来看一下 突然的中场一领 直接一个斜传打过来 江小佑出现了处理球的失误 朴朝杀在进区里边 进球打门 再转 看看左侧 往中路给 这个球呢朴朝 踢了一下 有力 张细哲的射门呢 是被门将 扑到 左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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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传一个低的 张强宁停住 张强宁转身直接射门 少不了用拳头把球打出来 球还在进区里 再征点 林创逸 这球造成了明明舍维奇的犯规 这脚球张强宁打的质量还是很高的 但是角度比较正 球力量很大 张细哲开起来到后点 这边有机会 投球 砸在立柱上 来自达波罗的攻门 张细哲双臂上局 右脚开起来 点球点区域 杨云 大家把球踢出了偏线 北京国安队员在投诉 有手球 要点球 这个球 好像是顶到了杨云的手臂上吧 再看 有没有折射呢 哎呦 这个可能要麻烦 没有 没有 小时豪面对江强宥 再给奥斯卡 奥斯卡 余大宝跟出来 余大宝这一下触脚很稳 小时豪直接传中球 好落点 同球 张细哲传后点 冒顶了 这是个机会 打不脱 左脚射门 到远点 杨云 这是杨一鸣 倒地放缠 把球解围出去 他今年也是中超的主才之一 看看外围吃中国 选择一脚远射 这球还是打偏了 立场一头就在顶 朴士豪胸部一停 看反击站 左侧很空 给出来了 普格拉汉 右侧有很大的鼓掌 普格拉汉看到了 再往内侧领 选择往左侧传奥斯卡 奥斯卡一对一面的张成诺 两个人过来防 奥斯卡往右侧转移 好球 是也不错 又是朴士豪 再传一个低的 这次是被余扬 解围了出来 尼密守维棋 这是北京关的机会 尼密守维棋 再给王子明 转身漂亮 右脚射门 球打飞了 这球没有犯规 藏一锋拿到 奥斯卡 奥斯卡往后脸传 好机会 偷袖攻门 吊涉圆脚 哇 朴士豪 险些没开二路 这次中国再往后脸传 朴士豪 再抢 双方倒地 点球 再看啊 一点下来 这一下没问题 就这个球 邦云宁 助跑 打本 少不亮 判断对方向 但是球还是近了 一比一平 少不亮 判断还是很准确的 就差一点啊 这场的话 比赛刚刚打满 主打扮就吹响了 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场比赛最终 双方是战成了 一比一平